大多数十几岁的男孩都喜欢四处玩耍 但蝴蝶男孩乔纳森的皮肤却很娇嫩 丝毫不得磕碰 14岁的乔纳森来自加拿大 生活在不断疼痛中 他的身体皮肤90%是水泡 看起来好像他已经三度烧伤 他经常头疼和恶心 无奈的妈妈蒂娜布瓦洛 只能看着他的儿子在痛苦中挣扎 他把儿子从头到脚用绷带裹上 来保证他不会被感染 因为乔纳森天生就患有一种罕见的 表皮分解性水泡症 导致他身上的皮肤像蝴蝶的翅膀一样脆弱 哪怕轻轻一碰都会令其皮肤出血 起泡甚至掉落 以至于父母从来不敢抱他一下 从小到大 乔纳森几乎每天都遭受了剧烈的疼痛的折磨 每天早晨母亲都必须花费两小时的时间 将乔纳森从脖子到脚趾的整个身体 用绷带缠上 从而保护皮肤 刷牙 书头对他来说也是威胁 拿笔写字也成了折磨 甚至连吃饭都是一件痛苦的事情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谢谢